有一个人千里迢迢来到潮州开办舞馆 有另一个人不远万里来到潮州拜师习武 在异国他乡他们师徒俩有着怎样的武术之源 今天的讲述来认识一位外国习武者李永春和他的师父卢振凡 中华武术年年几千年 北少林南武当更是江湖中永远的传说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各类武打影视作品在海外上映 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开始学习中国功夫 有的更是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求学 Lio的中文名叫李永春 英国人来潮州已有两年之久 卢振凡是一名武馆教练江西人来潮州已有八年 清早武馆是他每天早晨开馆的第一建设 Lio八岁开始学习京 中国功夫 十四岁离开英国 在伊朗 香港 佛山等地学习永春拳 痴迷中国拳法三十多年 后来 李友几经辗转 受他人引荐 结识了从北京专业队退役的散打运动员卢正凡 当时是2012年7月的时候 我朋友想介绍一个学武的人过来 谁知道是一个外国人 李友说 之所以习武是因为他个子不高 小时候觉得习武可以强身健体 亦可不受欺负 不曾讲武术魅力之大 一学一练 钟情三十多年 我之前学习武术球队和柔道 加上柔道 但因为我的爱中文艺术 和布鲁·李和伊朗 我决定学习永春 他学永春已经三十多年了 但他学的偏向与套路 而散打更注重实证 他就想多学一些实战的技术 尽管不远万里来到潮州 但李友对这位老师的实力 还有所担心 说白了他就想打一场呗 打就打呗 点到为止嘛 他学的是永春 摊绑腐 我学的是散打 踢打摔 一开始他还可以相持一段 到后面的时候 他的节奏全部乱掉 一场较量过后 李友决定留在武馆学武 可谁都没想到这一流就是两年 而且无论风雨始终坚持 你不能 payment 一日练一日攻 一日不练时日空 李尔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武师 他真的天天在练 他和我的学生在对抗的时候 把手给剃断掉了 这只手达到石膏 这只手接着信念 精湛的武术不是一蹴而就 只有持之以恒 弃而不舍 方能欲辱于成 这也是习武之人所提倡的武术精神 使一而终不言放弃 因为语言不通 师徒间的交流 更多的喜后是用动作来完成的 武术它是包容万象的 不管你学的是什么门派 你的年龄大与小 你是哪里人 他都可以通过武术找在一起 一起学习 一起探讨 一朝一世之间 都市医院 好多就是这样 很好 再来 我曾经到HongKong,Foshan,Philippines 我是2006年来到潮州的 在这座古城里 你的心可以静下来 你的生活可以慢下来 有一部电影说 慢就是稳 稳就是快 学武术就是这样的 这中间 这中间 这中间浓不得一点点的急功近利 这中间浓不得一点点的急功近利 他也讨讨过 他也讨讨过我 在攻击中的 中间的精神 与历史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 流金岁月 两年的时间不长 但这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却足以影响彼此的一生 在几个月 我回到英国 前一趟 我会想和我教授 这是我的方法 他一直都想再跟我打一場 但這一場的切磋勝負不重要 武術是你投入了多少 他就會回報給你多少 就算這種城市 你留下來了 他就會變成想念的生活 好 一等廣告之後是今晚的拍客板塊 廣告之後精彩繼續